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老委會有老委會的法規 可以拿出來告訴你哪一條哪一條 但是人家公司行後有他們自己的規定 有企業員工跟平面媒體投訴說 公司的主管發了一封Email說 颱風天沒來上班沒關係 我不扣你薪資 我扣你中秋獎金好不好 這樣子郵件一發誰敢放自己颱風架 結果台北市政府勞動局也說了 中秋獎金不算在工資的一部分裡面 他真要扣執法單位也無法可管 颱風警報解除 上班族一大早排隊等電梯 趕著打卡上班 說到前一天的颱風天 沒上班要被扣中秋獎金 抱怨連連 颱風天啊 沒到班的話扣中秋獎金 號稱台灣規模最大 且營收第一的海運承軟運送公司 被員工投訴平面媒體 替報颱風天接貨主管電子郵件警告 颱風天如果沒上班的同仁 公司不會扣錢 但會扣發你中秋獎金 員工看到主管傳這樣的郵件 有誰敢不上班 我們也會用行政指導的方式 要求資方 事實上在這樣的一個颱風天 在縣市首長都已經 宣布停止上班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他是沒有權力強迫 勞工來出勤 看來只要企業的中秋獎金 不納入工資的一部分 雇主扣發中秋獎金 法令沒有任何罰則 執法單位也無法可管 被投訴的公司則是發表聲明 表示沒有違法 對檢舉文件是否損害公司的信譽 將依法究責 另外手機大廠和半導體廠 也傳出分別有桃園廠和中立廠員工 向平面媒體投訴 明明21號放颱風架了 但工廠還是要員工加班 只能說颱風天終究不是休假日 領人薪水也只能聽老闆的話 就怕丟了飯碗 中央新聞產清順 輕易台北採訪報導